今天下午三点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 在驻地金西宾馆会议室举行了组团大会 组团大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刘云庚为上海代表团团长 吴启迪 金长荣为副团长 会议还产生了三个小组的召集人 并酝酿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以及大会议程草案 去介绍出席本次全国人大会的上海代表团共有64名代表 有44名是新当选的代表 在上海团代表总数的近69% 其中还首次出现了农民工代表的身影 记者吴中伟报道